大家好,ST在這裡 這次就介紹了天水圍的車站指南 營養五年三月,還有紅色線 打開去吧 應該這邊是屯門,這邊是紅磡的 應該是這樣 看到有很多輕鐵站 有兩條循環線 天水圍這個區 應該是這裡屯圈的 這次就見得多了 那些輕鐵站 總共有六個 包括 坑尾村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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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陽 應該是 然後蝴蝶 不是,會落湖 嗯 落湖 我和蝴蝶 真的有個站叫蝴蝶 英文叫butterfly 這個人才怪 但是彩虹呢 英文又不是Rainbow 是彩虹的 不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譯的 那就... 又有天... 天... 池 應該是 天湖 以及銀座 整個輕鐵網絡都有成... 都有很多個 是天字頭的 超多的 十幾個 沒有十幾個 也有九個 那就... 很難記 名字 還有那麼多條路線 所以我都是記不到輕鐵的 到時候我還是要看路線圖 那... 總共有... 29個 地標 好想知道呢 究竟呢... 新界西的鐵路 有沒有記到輕鐵的東西呢 有的就更了 六十幾個站 還要有很多個組合 尤其是這些單程路呢 紅色線 最後有一段是... 是單程那些 嘩...記不到 那就是服務時間 我記得紅色線和橙色線都有單程路的 都有單程路的 都有單程路短的 那就一定 只有一個方向而已 那就是麻煩了 那個服務 那... 這裡就是... 它的結構 也就是位置圖 那... 就... 分了兩層 就是月台層 和大堂層 那... 就... 有多少出入口 嗯... 那... 那... 就是七卡啦 2...3...4...5...6...7... 對... 那... 然後... 旁邊呢 就是雙產市出入車站的... 安排 那... 那... 都是那四個站 要人幫忙 就是... 炮台山 西灣河修機 和尖沙咀 那... 那... 最後就是鐵路1.2的... 路線圖 那... 那... 都是一樣的啦 有些有藍色有些沒有的而已 那... 那... 就... 就... 開始到這個... 模型啦 那... 就... 砌這筆... 三條路鬼那段 是超難砌的 因為... 因為不同觀塘線的那筆 是... 麻煩一點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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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超小站 而... 那... 就... 那... 那... 全部都是 然後直去 然後回到中間路軌連接 然後去吧 相反在屯門 真的是小康 這裡直入 不管其他分岔路 去到二號月台 上下 然後一條平衡線 去到朗平 講一下這裡 它的 它那些 路軌的分配是怎樣 這裡 就是複雜 這裡是列車進去 一條 分岔路這樣進來 然後進來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走一會 走一點點 走前一點 幾十厘米 然後這邊的 對面路軌的 也有路軌進來 中間路軌 就有一條直線 最後你又有分岔路去外面 那條路軌 如果你繼續直去的話 就會有條路軌帶你去 去屯門那條路軌 如果你兩邊都不去 還有一條路軌 就去了一個角頭路 對了 就有角頭路 這個很複雜 而且不夠積木 不夠層層碟的木 剛剛就是這樣 那好吧 今次的天水圍車站指南 以及這個 模型 的介紹就來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